民眾這兩天都在搶買防疫保單 那你有什麼看法 如果有機會的話 您會買嗎 謝謝 這個 這個 這是一個商業行為 商業行為 如果你問我 個人但是公司可能會對我這樣的講法 不是很滿意 但是 我覺得這個好像那個 沒什麼好 你來問我 他倍數這兩百倍 那可是風險可能 就是千分之一都不到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是他的效益就是兩百倍 聽起來不錯 但是風險沒有那麼大 我們居家隔離的人 我們居家隔離跟居家警役的人 現在 大概加起來大概四十幾萬 那居家的那四十幾萬 大部分都是從國外就回來的 那在本土的 其實是居家隔離為多 那一萬多人對兩千多萬人 他的可能性就是這樣的一個比例 那不過能夠有這樣的一個保單 讓大家 就是說萬一被居家隔離的時候 那能夠比較沒有後顧之憂 這也是一件好事情 那哈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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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